各位可曾记得在2018年我在做动漫歪屏的时候 有一期吐槽了《魔法战争》这部动画作品 动画的评分4.4分 实至名归的《轻改最失败》的作品之一 但是其原作小说并没有那么不堪入目 所以我今天就想给大家好好讲讲 这部作品最后到底是个怎样的故事 首先在动画的最后一集 制作组其实有点魔改过头了 男主确实穿越到了18年前即1998年 但其弟弟是穿越到了1997年 并男主早了一年到达了过去 所以弟弟才有机会利用篡改记忆的魔法混进学校 成为学院长桃花的同学 但跟动画不同的是 弟弟等男主穿越过去后 就立马把男主给抓了起来 给囚禁在了密室里面 目的就是为了让男主不会去干预过去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蝴蝶效应 因为这个时间线上发生的事情对未来很重要 其中就牵扯到了动画里的反派组织 引路人的创立和学院长桃花 所在的假政派组织乌施气息的事情 这两个组织的矛盾都发生在1998年前后 首先乌施气息其实是一个很腐败的权力机构 他们为了铲除一己 会把不听话的魔法师变成怪兽 再以铲除怪兽的名义 把这些魔法师干掉 引路人的创始人 河马是一个能力突出的暗息魔法师 巫师气息就为了让河马的力量能够为己所用 故意把河马的父母都变成了怪兽 还派桃花去刺杀了这俩怪兽 等桃花知道真相后 河马已经对巫师气息的腐败失望透顶 并成立了引路人组织 与好友吉平等人打到了巫师气息刺杀了很多人 其中就包括桃花 本来桃花被刺杀的时候是一心求死 却被另一个中立的魔法组织 凤凰财团所救 凤凰财团其实对巫师气息是敢怒不敢言 但又不支持引路人这种以战争的形式 对魔法世界的改革 所以他们到处安插自己的线人 寻求力量平衡的方法 桃花则是被财团当家的孙女 苏菲亚说服 成了凤凰财团潜入巫师气息组织内部的内鬼 同时还通过苏菲亚的占卜 救出了被弟弟所困的男祖 男祖被救了之后 发现自己力量根本无法改变过去的人和事 就干脆跟苏菲亚过上了你浓我浓的生活 是的 论感情线 这个苏菲亚和男祖才是真的发生过一段 朝夕相处的爱情生活 但好景不长 巫师气息后来派人袭击了凤凰财团 当家及众多旗下魔法师被刺杀 凤凰财团的力量被削弱 让其组织对巫师气息俯首称臣 在这个之后 河马大战了魔法世界最强的15个魔法师 导致河马大量魔法佣金 本来知道这段历史的男祖 想来阻止弟弟对河马出手 但男祖带着苏菲亚赶来找河马的时候 男祖的弟弟已经开始刺杀河马了 是的 男祖的弟弟就是想杀了河马改变过去 让动画里出现过的那些悲剧不会上演 但最终乱战之下 河马被弟弟刺杀兵死 苏菲亚想要趁机补刀 杀了河马结束战争 却被河马反击受了重伤 弟弟则直接中了河马的那个传送魔法 人不知死活消失了 本来男祖想要救苏菲亚 但苏菲亚任性的说要完成自己预言的使命 把河马的灵魂和魔法 造成了男祖的武器 男祖变强了 而苏菲亚当场去世 为了不再让悲剧发生 男祖说服了苏菲亚的爸爸 帮助男祖变成河马的样子 男祖去成为引路人中的卧底 暗中削弱引路人和巫师气息 等待时机在清朝出动 消灭引路人和巫师气息中的腐败分子 为此苏菲亚的爸爸用魔法抹去了 参与改造男祖外贸计划的人的记忆 等待未来男祖找到合适的时机后 再帮他们解开他们封印的记忆 到时候再聚集起来搞事情 而男祖利用沉睡魔法 让自己沉睡了17年 好让引路人的二把手 极平误以为河马还活着 但力量用尽了处于沉睡的状态 所以在动画里最后的大战中 让男祖他们穿越了的人 其实就是刚睡了17年才苏醒的男祖 故意让桃花把男祖他们大穿越的 在这个之后 其实男祖救下了黑毛女祖和黄毛女儿 并告知了他们真相 同时拉拢了引路人的部分人 也加入了凤凰财团 利用引路人的谍报消息 将巫师气心里的六个高层里的 五个一一击杀 但与最后一个高层对战之前 男祖他们遭到了偷袭 险些凤凰财团差点遭到了团面 结果男祖的弟弟和男祖的妈妈杀了出来 帮助男祖打败了巫师气心里 最后一个坏人大boss 而弟弟其实在过去刺杀河马的事件中 被传送到了2011年 结果头着地失去了记忆 在普通人的世界中生活了四年 机缘巧合下 才恢复了自己魔法师的记忆 但也因为平淡的四年生活 让他洗心隔面 他想做个好人 他回到了家乡 正好救下了被 没穿越前的自己所伤的妈妈 并带着妈妈 去了另一个中立组织 取了魔法道具 最终与凤凰财团合流 与男祖一并与引路人中 逐渐走上坏人之道的极平 展开了大决战 本来对极平有愧疚之心的桃花 是想跟极平同归于尽的 但最终极平救下了桃花 而男祖则与弟弟合力 利用消磨子弹把极平的魔法消除 用穿越时空的魔法 把极平送去了别的时空 最终世界恢复了和平 男祖成了凤凰财团的当家 女祖女二也加入了凤凰财团 不过因为几人还没有成年 所以他们又回归到了 小园生活之中 好了 以上就是魔法战争的大结局 各位觉得这样的故事怎么样呢 好看还是不好看呢 快到评论区里 与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吧